Hello 大家好 我是嘉老師 我是Eric 有一陣子沒有帶大家出來外面找一走 所以我們今天這部Log 就在外面晃一晃把它完成 而且今天聽超棒的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 呼應上一次我跟大家討論的一個議題 我不走音樂這條路 對 我不走音樂這條路 對 今天要講的是 我走音樂這條路 你怎麼知道你要走音樂這條路 好 走吧 今天我們先講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討論這個主題呢 因為很多粉絲都會來寫訊息 問我們說 他未來是不是適合走音樂這相關事業 他們都會問我們希望得到答案 可是我覺得我們沒有辦法去左右一個人的未來 但是我們可以給一些建議 那很多是在於一些 就是年紀比較大了才開始學音樂的族群 那我們就針對一下這相關的東西 給一點我們的想法 首先我覺得這個社會現在很重視要有一技之長 感覺一技之長會比你學科好不好 來得重要 我覺得有一點是這樣 你同意嗎 不要偏向專才教育 對 有一點 但你怎麼知道音樂是屬於你的興趣 還是屬於可以你當一輩子的職業的這件事情呢 因為有些人他可能喜歡音樂 但是他如果真的把音樂當成他一生的職業的話 可能就 就沒那麼喜歡 對 他就不是他想像中的那個樣子 對 有可能那些壓力 並不是他原本就是預設好會遇到的 所以我們也是想跟大家討論一下說 我們身為音樂工作者 我們會遇到的最大的壓力是什麼 然後讓大家可以有個切磋之間 也許音樂當你的興趣會是比較好的夥伴 首先我們給大家幾個指標 讓大家去評估一下 對 到底是不是 你有沒有符合下面的這幾些東西 就代表也許你蠻適合的 如果你都能接受的 就算是音樂專業上面的現實 對 黑暗也不至於 你會不會把我擠出鏡頭外 我還在裡面嗎 你說這樣嗎 我還在裡面嗎 有啦 你還在裡面啦 因為你真的很過來耶 好啦 你看鏡頭 應該有啦 首先最重要的指標的第一點 我覺得也是各行各業 不管什麼工作的 最重要的第一點 熱愛 而且是由你生命去熱愛的熱愛 最重要最重要就是熱愛這件事情啦 因為很多人會跟我講說 他的爸媽會覺得說給他學音樂 但是可能學音樂覺得出路不好啊 又不一定賺很多錢 又不一定幹嘛幹嘛幹嘛 然後他們覺得很痛苦 因為家裡人不支持他們 嗯 所以他們問我該怎麼辦 我該不該繼續喜歡這個 還是真的去做一個 他爸媽覺得會比較賺錢的行業 或什麼之類 我很任性啦 但我會覺得 你當然要學你有興趣的事情啊 不是說錢不重要嘛 可是如果你這麼有興趣 你就一定會去突破它 你就一定會讓它想辦法成為 你可以活命的 東西 對 就是不至於真的 真的窮困了到到 真的沒辦法吃飯吧 對 因為我覺得 人家不是說人生苦短嗎 嗯嗯 我們如果不選自己有興趣的事情 我覺得將來還是有一天 會很容易後悔的 我覺得你講得非常好啊 因為我們是為了自己而活的 你既然你選擇了一個東西 當你一輩子 應該說 我覺得應該是80% 一起在相處的時間的話 你一定要選擇你最喜歡 最熱愛的那件事情 對啊 那如果這件事情剛好是音樂的話 Maybe你就符合這個條件 可以繼續主要學 而且 選主副修他們也是這樣講 我要選我自己比較容易考到的主修 考得到就是缺額比較多的 還是要選我喜歡的 選你喜歡的當你的主修吧 因為那個東西是跟你一輩子啊 你幹嘛選一個 你不是那麼喜歡的樂器當主修 管他考不考得上好學校 可是好學校也沒有什麼好高興 因為我也不喜歡 對啊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 最大的重點就是喜歡熱愛 這樣就是最大的重點 對 我一向是這麼覺得的 第二點 現實面 音樂目前最大的出路 分成哪兩個 老師跟演奏家 對 那我們來討論老師 會遇到的困難 跟有可能跟你想像中不太一樣的東西 是什麼呢 就我自己當老師的經驗啦 或者是我看別的老師的經驗 以前的鋼琴老師 你會幻想說好像可以 就是睡到中午啊 然後打扮的美美的 然後在家裡等學生來上課 然後家教一個一個小時這樣進來 感覺好像還蠻好賺的 可是現在像在音樂班教學 一個小時終點費 政府規定的 嗯 就在音樂班教學一個小時是 可以公布吧 可以吧 這個是公開的吧 575塊 所以有你想像的多嗎 好像沒有 所以沒有你想像中的多 不要以為音樂老師真的很好賺 還是怎麼樣 這個跟我們小時候 父母栽培我們的那個金額 不一定是成正比 說實在 其實很多音樂老師 他們真的要花非常多的時間 在學生身上 那相對他們能夠奉獻給自己家庭的時間 也是不一定很多的 因為我們通常是學生下課了 我們才開始我們一整天的工作 所以有可能我們都是下午晚上都在工作 然後早上可能比較沒有事情 因為學生都在學要上學 對 那這樣你就知道 也許像女生 他不一定能夠每天在家裡好好照顧小孩子 或者是煮飯給大家吃之類的 就有一點不太符合 就是我們一般的傳統習俗 說女生晚上要在家裡煮飯 這種就比較困難 那演奏家會遇到的困難 有可能跟你平常想像不一樣的是什麼呢 演奏家大致上分為 獨奏家 樂團演奏家 室內樂演奏家 跟鋼琴伴奏 的演奏家 我們講獨奏家這部分好了 也應該是大家最關心的 如果你今天不是一個 全世界最頂尖 而是正在努力往上爬的演奏家的時候呢 我可以非常肯定你的票房不會好 感覺獨奏家是那種千分之二的人在當的 對 是千分之二嗎 萬分之二 扮演一隻恐龍的角色 快要絕種 對 就是快要絕種 真的是要恐龍角色才有辦法 對 我覺得那真的是非常困難的一個高度 因為你全部都非常非常謹慎 克制自己都練好了之後 你會面臨到就是一個收入很不穩定的狀況 你怎麼可以確保你的音樂會一定會有人來看 你怎麼可以確保你的票房一定會好 你怎麼可以確保你一定有廣告 一定有代言可以接 我覺得你原本好像設定你自己想要當一個獨奏家 對 我原本就是設定我要當一個獨奏家 對 那後來就轉 一開始想要當獨奏家的時候呢 那時候就是非常非常長期的 一直扮演員會一直扮演員會一直練習 面臨到最現實的狀況就是 其實就是你的票房非常非常難賣 你一定是到最後就是靠親友爸媽 爺爺奶奶 叔叔 姐姐 阿姨 這些全部都抓過來 然後一場音樂會的成本跟你到最後的收入其實差不多 有大拼就蠻開心的 說真的 因為你要cover到所有的費用 譬如說廠主好了 一個廠主可能就是三十萬塊錢 然後你還要宣傳音樂會 你還要拍照 你還要設計節目單 全部那晚要不要七八萬 可能不只喔 好 假設七八萬的話 然後一張票如果是三百塊 一張票如果是三百塊 你需要賣掉小廳是三百六十個位置左右 那我們說三百塊到五百塊 我們平均一張四百塊錢好了 你需要賣掉至少兩百張才會回來 其實在古典音樂圈來講 你如果一個人 不是那麼容易啦 對 因為我覺得重點是 你的名氣是不是到那裡 你雖然說聽起來好像有點事快還是怎麼樣 可是 這是你身為一個獨奏 叫你面臨到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最現實的問題 最現實的問題 對 就是你全部都好了 你所有都是perfect 但是你上台 你的票房是不是perfect 那我講我自己是身為一個伴奏 伴奏的演奏者的話 我覺得很現實面就是 天啊 你根本沒有你自己的時間 因為你除了要跟別人配伴奏之外 你還要有自己的戀情時間 然後如果你有了家庭 你是女生 你有了家庭 你還要照顧小孩子 那些根本就簡直是不可思議 原本你的熱愛 可能會被這些塞滿的事情 變得有點消磨掉你的興趣 的確有時候 我真的曾經就是真的覺得 哇 我彈彈好痛苦 我系數一整個月 可能沒有任何一天是放假的 我的三餐幾乎都會在車上吃 就是我早餐也在車上吃 我中餐也在車上吃 我晚餐也在車上吃 你也知道 我很常在車上吃飯 對 所以這樣子的時候 你還能夠堅持下去的 我不懂 就除了第一件事情 我們說的熱愛以外 你還能怎麼樣做 對 不然的話其實真的很容易中途 就覺得哇 好累好痛苦 然後你的身體可能也會發出警訊 或者是 其實我們知道 蠻多音樂圈 非常非常傑出的女生 都會很晚才結婚 或者是根本 他們沒有時間去 去做這件事情 對 因為真的太忙了 一個這樣子的角色 實在太難扮演了 音樂其實就是 非常兩極 你如果 你如果還沒有成名以前 你就必須要先忍受過這些 我們前面講的票法 那你如果成名之後 在時間上的安排 你是不是有辦法忍受到 每天忙碌 像那種國際演奏家 他們可能是兩三天 就要飛一個地方 對 那是幾隻高壓的一種 對 那可能肝都硬掉了 再來講到第三點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非常現實的一點 對 就是技術 你的技術好不好 因為你技術 如果不夠好的話 不管你當演奏方面的東西 演奏方面路線的 或者是當老師 其實都 其實都沒辦法 我直接講就是沒辦法 因為你要演奏方面的話 如果你自己有技術上面問題 那肯定是沒辦法 但如果你是老師的話 我覺得有技術方面的問題 我會覺得我們教學生 本來就是要負 要負蠻大的責任 對 所以我覺得要突破 大部分的技術 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這樣子才能夠孕育 下一代這些 新興學 對 OK 所以 這個就回到我們一剛開始 拍這個影片的主因 就是有很多 可能是二三十歲 才開始學音樂的朋友 他們說 以後他們要拿音樂當職 也到底可不可以 這個點會是最重大的 因為他們可能突破了 第一個 就是熱愛問題 對 一定非常熱愛 沒錯 他可能也突破了第二個 就是現實面問題 他可能根本不管 有沒有 有沒有收入 他就是覺得 他就是想要以這個 男文當職 所以技術問題 會是他最需要 克服的一件事情 因為坦白講 有一些樂器 在我的看法裡面來講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說過 我覺得需要非常多 小肌肉的那些樂器 真的要從小開始學 有他非常大的優勢 例如說 我覺得鋼琴跟弦樂器 木管樂器也是 越早開始 絕對是越好 我不能夠保證說 你三十歲以後 學這 我上述的幾項樂器 都絕對學不起來 我不一定確定 但是你要當演奏家 是非常有困難的 沒錯 對 因為你肌肉其實已經定型了 對 你當然可以去找很多案例 來告訴我說 你看有人是這麼晚學才有 可是真的很少 因為每個人天分當然不一樣 出生下來 每個人的天資是不同的 你有可能你四十歲去學長頂 你還是睡下大覺 但是這些都是要從 非常小開始練習 對於你的小肌肉方面的東西 才有比較好的鍛鍊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是這些年齡比較大的朋友 他們學習了之後 必須要把這個 當一輩子的職業的話 要考慮技術層面是比較大的因素 沒錯 我覺得你可以讓音樂 陪伴著你一輩子 但是不一定要拿它來當職業 因為當職業 所以真的會遇到很多困難 對啊 我覺得音樂是一個很有魅力的東西 它即便不是你的職業 可是你還是可以一輩子擁有它 對不對 我們什麼時候確定 我們要以音樂當職業 你先講 我是大概小學六年級吧 這麼長就確定 音樂這條路對我來說 就是一種在追逐夢想的一條路 我其實沒有考慮到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是一股腦 非常非常熱情的就載下去 為什麼要決定把音樂 當成我的職業 也是因為我六年級的時候 我們班就有很多是那種 音樂班轉來的學生 那我自己本來就不是音樂班 我就是玩著樂器玩票長大的那一種 所以我就看他們一直上台表演 然後就很帥啊 那我想說我也要享受這種上台的感覺 純粹就是我很熱愛上台 很熱愛表演的感覺 於是我就希望當一個音樂家 希望當一個演奏家 然後呢 我就不斷不斷練習 不斷努力 但是就是中間會經過非常非常多的波折 因為就跟我們建築儀講的是一樣 你所熱愛你所夢想的事情 但是當然他成為了你一個職業之後 你會遇到很多現實上面的困擾 所以以致於導致我現在就是有點轉行這樣子 因為我們有一點算是 也算是半跨出這一行 跨界嗎 對跨界我覺得 就像這個平台我們融合了其他的很多元素 對對對 算是比較順著變化在走的人啦 我是比較這種Style 那你呢 我覺得我真的非常確定 我要以音樂當職業 應該是大學的時候 因為我從小是念音樂班上來的嘛 我覺得那個時候選擇沒有那麼多 反而就是一直念上去一直念上去 那從小學也是被爸媽逼的 但是自己真心的喜歡上 應該要到國中高中的時候 到長大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可以 是因為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還是持續在幫朋友伴奏 然後我覺得我從小累積到大的伴奏經驗 讓我應該可以用伴奏這個行業 當作我的職業可以吃飯 應該是沒問題 所以我就真的很順著就用伴奏當了我的職業 然後就一直這樣 可是也是像你說的 我們遇到了一些轉變 我原本就是一直在當了伴奏 一直當伴奏 但是可能天生就是很愛表演的那種性格 然後我們一起拍了影片之後 讓我的元素也加進來很多 就是不只是伴奏 我還有一些編劇的身份啊 小哈他的江老師 屬於大家的江老師 的身份加進來 這都是各種不同的變化 但是我們還是都在音樂工作者的這個範圍裡面就是了 活動和以上所有的條件 我們今天想跟大家講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成為一個音樂工作者的話 第一要件就是熱愛 熱愛 然後第二要件就是 你的現實層面考量 所有的辛苦跟那些原本有可能不是你想像中的事情都會發生 對 其實不管歌好歌也都是這樣 是 再來第三點就是你的技術能不能具備 因為這是對音樂工作者來講 非常現實也是很嚴格 很殘酷很嚴格的一點 沒錯 我們今天在講的都是一些比較嚴苛的條件 我們也講一些音樂行業好玩的地方 就是大家也不用覺得這麼嚴肅 因為其實其實我覺得當音樂家他有非常非常好玩的事情 就是你其實有很多的機會去認識人 像你以伴奏來講 你天天都在跟不同的人合作 你的人生是非常豐富非常精彩的 就不同的課題也是 因為不同的人合作就等於不同的case 然後你有不同的挑戰 那你每天每天都是面臨不同的條件 那就像我們現在在做這個頻道也是一樣 每一天每一天我們都要想一些新的idea出來 新的音樂的知識出來 用怎麼樣的表現方式可以讓大家更喜歡 我覺得不斷的在創新在遇到新的事物 這應該就是音樂者 音樂工作者 或者是藝術工作最好玩的一件事情 就你永遠真的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很熱愛但是如果你技術不夠 那怎麼辦 但其實坦白講這也未必行不通 你只要不當老師 或者是你不當演奏家就不是了 你可以當錄音師 你可以當製作人 或者是說現在自媒體的時代這麼發達 你喜歡自己創作你就放上去youtube 然後你可以用一些你的創意去彌補你其他缺失的東西 對對對 因為這是等於說剪影片這種東西是在製造的 你如果彈得不好 你可以剪接啊 你就彈到好了 哈哈哈哈 你彈不好你可以剪接 這什麼話 反正意思就是說 我們總不可能是完美的 我們沒有辦法每個條件都達到最好的100分 但是我們可以用我們的創意去改變這些事情 讓它成為一個新的產物 所以還是要勉勵大家 如果你是喜歡音樂 你想要在這個裡面工作 不一定可以當演奏家 你不一定可以當老師 但是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選擇 對 你可以去做 所以請大家繼續好好努力啦 喜歡今天的影片的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們分享 按讚 然後呢 打開鈴鐺 訂閱我們的YouTube 然後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後我們都會幫你解答 那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